台北市古庭捷運站附近 竟然出現了一名偷拍色狼 犯了男子因為見到一名女子落單 走在路上 竟然就趁著女子不注意的時候 偷拍他的群體 受害女子發現之後 嚇得趕緊追上去 不過還是讓他跑了 但現在警方抓到人了 畫面中一名女子 獨自走在商店街棋樓下 只見女子身後 突然出現一名高大男子 男子趁著天色昏暖 四周杳無人煙 不只金金瑋隨在女子後方 她還誇張了兩度俯身蹲下 靠近女子 原來她正在偷拍 事發就在2月27號晚上9點多 台北市古庭捷運站旁 當時女子就在附近餐廳用餐 想要去對面超商領錢 沒想到路上 男子眼看四周沒人 趁著女子分神滑手機 竟然動了歹念偷拍他人群體 而受害女子 因為感覺到自己的身體 被人觸碰到了 先是嚇得往後一跳 隨即衝上前 想要逮住 證明偷拍現刑犯 後來我就是感覺 腳步伸越來越近 之後我回頭 鎮壓回頭的時候 我感覺到我的屁股被碰到 當下就是有發現 有一個陌生男子 他拿著手機 然後他的手就在我的裙子旁邊 事發當下偷拍男子 丟下一句對不起之後 竟然拔腿就跑 只見他似乎是有備而來 不僅十分熟悉附近地形 更在轉眼之間 就鑽進小巷中消失 據了解這名男子 竟然是正在就讀 國立科技大學的學生 而男子的惡劣行徑 也讓被害人身心狀況 幾乎崩潰 就我當下真的是 非常非常大的驚嚇 到現在 就是只要有人靠近我 突然靠近我 都會嚇到全身發抖 被害人勇敢揪狼 現在警方也已經逮到 作案嫌疑人 消防也表示 會開設信憑會 做出進一步處置 記者江澄俊 王一廷台北報導